Spicy 我们来分音节 第一个音节念成spy 第二个音节念成si 这个字中音节放在第一个音节 我们念成spicy Spicy Spicy它的词类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中文翻成香辣的 我们看英文解释 The burning hot feeling That spice causes on the tongue The burning hot feeling 这是一种感觉 什么的感觉呢 Burning像火在烧一样 Hot是热的意思 我们知道吃到香蕉 尤其是咬到香蕉的时候 那个舌根 那个舌根是辣到 实在是像火在烧一样 对不对 所以那种感觉就是 The burning hot feeling 那种像火在烧 这样子烫的那种热的感觉 好 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好 这是一个关系子句 That spice causes 好 这种感觉是spice Spice等一下我们会讲 对不对 Spice在这边指的是辛香料 辛香料所造成的 它造成的 在什么地方呢 这种像火在烧的 很烫的那种感觉的 那这种形容词呢 我们就用spice来描述 来形容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第一个例句 My dad loves hot and spicy food such as Thai food Thai dishes 他说呢 我的父亲呢 loves hot and spicy food 这个我们顺便把它当做一个chunk 把它记起来 hot and spicy 好 那这种hot and spicy 指的是辛辣重口味的 我们就英文就念着 hot and spicy food 好 比如说像什么呢 such as Thai food Thai dishes 好 那这Thai dishes就是泰国菜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它的另外一个词类 叫做动词 念成spice 好 它只有一个音节 那当做动词 它是一个集物动词 就是你在煮菜 或准备一些食物的时候 添加香料的那个动作 我们就念成spice 那我们直接来看例句 my brother prefers coffee spiced with vanilla but I just like it black 好 我的哥哥 prefers 好 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喝这种咖啡 什么咖啡呢 好 这边其实呢 省略掉了两个字 which is 它把which is 给省略掉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呢 spiced 在这边 它其实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pp 过去分词 比较被动 which is spiced 它倍加香料 用什么东西来加呢 来接续一次 我们搭配with with vanilla 那么在vanilla 指的就是所谓的香草 好 它喜欢在咖啡里面呢 加香草这种香料 but I just like it black 这it指的是咖啡 但是我所喜欢的咖啡呢 就是纯咖啡 black black coffee 就是不加糖 不加任何东西 就是这样煮出来咖啡 不加任何的添加物的 那我们就是 就把它称为叫做 black coffee 所以这边呢 I just like it black 我喜欢黑咖啡 那spice这个字呢 一样的品法 spice 它除了可以当作 极物动词之外 它还可以当作 所谓的名词 注意哦 它可以当作 可数 也可以当作 不可数 我们中文翻成 辛香料 哎呀 讲到这个spice 我们就一定要来看看 这个辛香料图片 各位你们发现 全世界呢 各式各样的spice 你看它的色彩 是多么的鲜艳啊 你可以想象得到呢 当这些辛香料呢 在你舌头里面所产生的一些反应吗 这一定是不仅是看的 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的 呃 那个过瘾 光是用想的 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 刺激跟过瘾了 好 那这些呢 都是属于spice 就所谓的辛香料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辛香料这个字的例句 Spices are very welcome in Chinese dishes Spices就是辛香料 好 这边当作复数 可数 当作辛香料 or very welcome 非常的受欢迎 在什么地方呢 in Chinese dishes 在中国菜里面 好 所以这个Chinese dishes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所谓的 那个中国的菜 那Spices就是辛香料 好 我们看第二个例句 Garlic is a kind of spice It's often used in Taiwanese dishes Garlic is a kind of 是一种 一种什么呢 spice 它是一种香料 通常呢 被使用在 注意它这边也是一样 它呢 前面也是省略掉了 所谓的whiches which is often used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use这边呢 它是一个被动语态 被使用 好 被使用在什么地方呢 台湾菜里头 所以呢 Garlic is a kind of spice 好 which is often used in Taiwanese dishes 好 所以这个字 spice当作名词 可数不可数 中文翻成辛香料 当作动词 叫做添加香料 Spicy呢 它是形容词 中文翻成香辣的 词经文翻成香辣的 新闻 中文翻成香辣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